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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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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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今天讲到魏晋南部朝文序的时候 很多人都讲魏晋南部朝时期是非常黑暗的 社会动乱的 什么什么 但是我们大家千万注意 实际上南朝相对稳定 他给朝换队 魏晋南部朝给朝会换队 他实际上都是有善让的形式 善让 就是说老的皇帝啊 我品的不好 我才能不够 我把皇帝位置让给新的皇帝 实际上是 他的掌权大臣 把皇帝赶走 自己换上去 但他用的形式是非常好的 是我们上古流传下的 饶盛于时期的那种做法 这种做法有好处 避免了大规模的杀戮 是不是啊 给朝换队 往往一个朝一个政权代替 另外一个政权 他大批的杀戮 这个善让的一个好处呢 就是他把上层的皇帝换掉了 大臣们呢 给他降一点 有些东西 有些能保留的就保留 这个杀戮的范围比较少一点 所以社会相对的说稳定一点 稳定一点 你像汉仙帝让给曹培 后来曹焕就让给司马延 那么刘宇在其的东京 那么其的那个肖道成 其的那个刘宇的这个送准帝 对吧 送送送帝啊 那么那么后来梁武帝呢 在其的 这一队一队去 像是这样子 都是这个方式 所以相对稳定 所以尤其南朝 为什么文学能够得到发展呢 刘宋四期 刘宋四期送文帝原价三十年 他基本上南方很稳定 很稳定 南齐永明十年 你看就知道了 这个原家就三十年太平 是吧 齐武帝 他皇帝做了永明倒是 十年是很稳定的 十一年 十一年 梁武帝做了四十八年皇帝 是不是啊 他做四十八年皇帝 天下基本上要太平的 当然后几年不行了 侯金子乱 乱起来不行了 能够得到四十八年做皇帝 这个天下也算不错了 所以南朝基本上经济很发达 发达 稳定 有了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发达 文学必然发展起来 文学必然发展起来 所以我们今天讲南朝的文学 还是发展的很不错的 我们到了唐司的繁荣 就是有了南朝文学的一种稳定 发展有很大的关系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那么当然我们大家知道 不管怎么样 这个文学的发展 跟主要的四人分不开 谢灵运 年言之 年言之今天的文章四个呢 我们今天看起来 不像谢灵运写的那么好 我们的作品选丽学的 年言之的五军用 五军用 五军用就是把 祝灵七贤当中 把三鸟跟黄蓉拿掉 用季康 软杰 留领他们五个人 五个人 软杰向秀 这样五个人 那么我们主要要讲的是 叫暴照 暴照 暴照 他跟谢灵运不同 谢灵运出生于侯王子家 公侯子家 是不是啊 他是谢玄的孙子 地位很高 暴照是出生于一个 夏城 他是寒族出生 是一个夏城 暴照这个人很有意思啊 他尽管他出生夏城 但他很想往上走 他经常给那种皇后们啊 送那种文学作品 送文学作品 有些人劝他 暴照 你不要送了 你你你你你 你出生比较低微 你也不可能做到很大的乖 你就这样子过吧 但是暴照这个人啊 他他不干 他不干 暴照 后来我们大家知道 有人劝他不要去 他去送 你这个去送呢 有人劝他 给他加了一个比喻 你这样子去送作品 想做官呢 你就像飞鹅破湖 飞鹅破湖 大家知道吧 一种鹅啊 我们亮着灯的话 田野里一种鹅 会飞进来 我们现在有玻璃窗了 不太飞得进来 古代有时候 亮着灯的话 飞鹅 飞鹅啊 古代我们的 都是火光点的火 飞鹅看到亮光飞过来 所以破到湖里面去 他就烧死了 对不对啊 飞鹅破湖 飞鹅啊 飞鹅 那么那么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暴照干脆写了一篇 虎就叫飞鹅虎 他说我宁可做飞鹅 就像把我翅膀烧掉一样 我也没有什么遗憾 我也没什么遗憾 所以暴照这个人呢 就是有那么一股精神 有这么一股精神 那么今天我们讲暴照的作品 暴照后来做官 做官又做不了什么官 做了什么 林海王参军 做了什么官 后来在战乱当中 他被打死掉了 战乱当中打死掉了 那么今天我们看看 暴照的诗歌呢 确实写得不错 他能够显示一种 暴照的一种反抗现实的精神 他的艺术上面也有多创 多创 暴照的诗歌写得好的呢 是他气颜的和杂颜的 与辅斯写得好 尤其是有一组诗 是《你行路难》十八首 是他的结束的代表作品 这一组诗歌 并不是一时一地的作品 内容非常丰富 首先呢 他对四座门法的压迫呢 表现出了强烈的不满和反抗 比方说 谢水自贫地 以及对岸不能食两首 在这一组诗里面呢 对爱情不自由的妇女 也表示了深刻的同情 以向旋归于此 上交歌一首 此外呢 还有写到了 边塞说传的生活 以及师父寡居的一种悲态 如军不见少赵 从军去一首 唱出了既留边塞的四座 还乡绝望的哀音 中庭五诸树 今年阳春花满林 等篇呢 这深刻的 而细腻的 描写了 师父寡居的悲态 这些篇章 显然又是继承和发扬了 捍卫约辅现实主义的 传统精神 当然 这种诗当中 也有少数篇章 流露了听天由命 和劫师行乐的 一种消极的思想 总的内说 暴躁的《你行路男》 是一种成就 非常杰措的乐腐诗 思想内容 丰富深刻 感情 也强烈奔放 所用的切眼 砸眼的尸体 阴界 静昂顿处 赋予变化 南朝文人 都她的诗感到 发唱鲸挺 请炫心魂 那么我们看看 暴躁的有腐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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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看 对错自济北门行 雨昔起边亭 丰富若显阳 大家注意 这边塞诗 我们中国有很多的边塞诗 唐朝 这个边塞诗 高舍 像王昌领 他们的边塞诗 都写得非常好 但是 六朝的时候 就有边塞诗了 他的前去 像吴军众边塞诗 都写得很好 暴躁边塞诗 都写得很好 大家注意 无论南朝也好 还是中国统一的时候也好 大家都把我们中国的 西北边疆 北方边疆 作为我们的边疆 南朝实际上它以长江淮河有时候为戒 但从来 大家没有把长江淮河作为边界的地方 大家都把西北 中国都看成统一的 内部的战争大家不算 不算 你想我们今天到台湾去 台湾人 大部分 台湾人的观念也就是中国的统一的 我们中国人也从来没有把台湾看成外户的一样 是不是 就是说这个真是我们中国人我们国土的统一啊 大家共同的一种想法 这里写的就是咸阳嘛 西北啊 丰富若咸阳 咸阳就是西安 西安那个时候不在南朝的版图范围之内 但他也这样写 与西一起边庭 丰富若咸阳 咸阳是当时西 不是 实际上就是中国的 他把西安看成我们中国的首都 当时的首都是南京 南京他们都觉得是偏安的 我暂时拥有的首都 大家口号还都要恢复 北方的古都 与西齐边庭 丰富若咸阳 与西就是鸡毛信 我们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鸡毛信啊 古代的送信 不像我们今天什么手机短信啊 发电报啊都没有 就是送鸡毛信 这个信上面羽毛差的越多 表示这封信很紧急 要赶快送到 所以与西呢 从边庭发出 发出发到哪里 也发到咸阳来 还有一个丰富也做咸阳 丰富我们大家知道 丰富特亚 白天放烟 晚上放火 一个赞一个赞传过来 表示边疆有紧急的情报了 正是屯广武奉兵旧首方 你让首方 广武都是北方的边庭的地方 严旧 严旧 朱赶进 路正 金切强 天子 暗箭路 死者 要相忘 这大家都懂的 严心 冤死尽 鱼贯 肚飞凉 这个表示部队出发了 想严阳情 冤死尽 鱼贯 肚飞凉 肖骨 刘汉思 金家 屁股少 打仗的艰难 打仗的艰苦 截风 冲赛起 撒月子 飘扬 马毛 输入味 脚供 不可诈 思维 建成 借 寺院 中 凤凉 头屈 暴民众 身死为故障 大家看一下 暴躁的诗歌 写得已经非常明白异懂 他在诗歌史上 有很高的地位 他的诗 不像谢灵韵的诗那么难懂 已经 已经比较清楚了 我们再讲讲他的 两首诗 梅花路 梅花路是 实际上这个约妇 是我们南方的一种渠雕 梅花路 大家千万注意 我们今天走到梅花路 梅花路是多的 实际上梅花路是唱的 唱出来这歌词肯定非常动听 梅花路是我们浙江的 南方的一个曲调 梅花路 中庭杂树都 偏为梅之隽 梅之隽 问君何都然念其 桑中能作画 路中能作使 摇荡春风 梅春热 念耳凌落 周寒风 涂有上话 无桑震 所以我唱出来肯定了非常动静的一首歌 但是我们今天没有了音乐材料 只好读了 好 我们看看刚才我们介绍过的两首诗 把包装我们今天坚持两分钟把它讲完 好吧 谢水之平地 谢水之平地 各自东西南北流 谢水 我只要这杯水倒到平地上去 各自东西南北流 人生也有命 安能行探 佛作仇 作久以自宽 举杯断绝 歌路难 心肺莫舍 气无感 吞胜执着 不敢演 大家看见 暴躁的心言诗歌里面 已经暴露出这一种 这一种 这个 行思 你行路难 你行路难 这个写得非常好 这个写得非常好 暴躁心里面有很多不平的情绪 在诗歌里面呢 得到了反应 得到了反应 我们把暴躁的诗歌讲完 暴躁这个人呢 我最后把暴躁讲完 好吧 今天 暴躁在七言诗的产生和发展当中 它起了重要的作用 七言诗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呢 比五言诗更为漫长 暴躁 说你的行路难 本来也是北方 魔术的歌曲 但是暴躁呢 不禁地采用了这种 一般文人 思维笔熟的形式 而且以丰富的内容 充实了这种形式 以革新的精神 改造了这种形式 便逐具用运 各具用运 并且 可以自由转运 这就为七言诗的发展 顺利的榜样 开拓了宽广的道路 自他以后 七言诗在南北朝文人 诗歌道中 日夜繁荣起来 好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 好吧 这就是这儿